这段时间全国都在报高温预警 特别是河北南部 山西南部温度都达到了42摄氏度 更甚者在新疆吐鲁藩地区 温度已经达到了46摄氏度 网友也借助近来的宋仲基结婚的热闻调侃道 不管你们谁是太阳的后裔 请帮忙把太阳射下来就好了 还有一则新闻更是好笑 一名小偷被抓后向警察求情说 我能站起来吗 地上太热了 可以看得出来这几天的温度是有多高 那么驾车行驶的你 还在为汽车开空调不省油而受罪吗 我来教你如何开空调油耗也不会太高的办法 首先我们要明确一点 空调的风速的大小和油耗是没有关系的 汽车空调主要有出风和滞冷 而这两个是分别的两套系统 影响车子油耗的主要是滞冷 风量的大小和油耗没有太大关系 风量大小只会影响电机的运转速率 多消耗电平电量 所产生的油耗可以忽略不计 其次空调档位超高 油耗越大 原因其实很简单 单位时间内空调档位越高 冷气越多 制冷效果就越好 而空调压缩机的工作频率越快 所消耗的油量就越大 另外还想说明一点 汽车制热主要是靠水箱中防冻液的温度的 这个理论上是不消耗燃油的 用的是水温 但实际上车上所有用电的设备都是耗油的 只是比较少而已 所以说空调温度高低才是影响油耗的关键 正常使用空调应选择一个合适的温度即可 一般26度是最健康的状态 不仅对身体好也能省钱 最后开不开空调也可以取决于车速 车速以时速低于60公里行驶时 若天气不是闷热的非开空调不可 可以选择开窗通风 时速超过80公里时开空调 相对而言不那么费油 正是因为车速快 空气阻力就大 因此油耗就高 此时再开空调 就要比开窗屋通风省得多